凭什么你把收了银子的 都拨到东西六宫伺候 咱们几个没钱使银子给你的 便拨到换衣局当差 这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你还扔上 三宝 明君 黄贵妃娘娘在此 你也敢造成 给黄贵妃娘娘请安 你是个直信子 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 不怕吃亏吗 奴婢吃亏不要紧 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 本宫喜欢 来易坤宫当差吧 内务府总管太顶情历 为您送上宫的彩断来了 送回去吧 这位过不是 我是易坤宫新当差的龙佩 原来是新来的 来啊 把这些东西送出去 给黄贵妃娘娘过梦 这些药物东西 不许跟易坤宫 可是现在的爪子 小心上了笨 为了记住教训 总得吃些苦涛 疼死闷中了 您的手爪子随不随 您的心奴婢不知道 可是现在 奴婢的手爪子不经奴婢使用了 非要钻您的耳朵 您说怎么办 太后把您 您服不服 奴婢告退 知道皇后娘娘的五公主宝贝 被狗叫过几声 就吓得心正发作 只是这样的孩子生不乎 只会白让爹娘操心伴了 姐妹 你敢打不勾 满嘴诅咒 奴婢就替皇上和皇后娘娘 教训一下贝贝 这是哪位娘娘呢 看着妻子不妨 是来与我们姐妹 对吗 况此 皇后娘娘面前 怎可言语如此情 不妨子 不妨子 你不妨子送各位姑娘 回会馆中去 不必了 他们伺候皇上有仪 就送到附近的尼安 从此 什么 便清庚 夺为皇上祈福 我们虽然卖艺 却不是成人卖下的青楼烟花 姑姑何必多得比 姑娘的话 似其可惜 站住 凤凰后娘娘恐欲 尽忠迷惑军上 律行不轨 即可处死 敢 拿下 谁敢读记中 皇后娘娘一举 还要不得尽忠性命 佣篇 你在原明园当差的时候 受尽了白眼 所以 别人抬你 你不受 才你命 本宫喜欢你在身边 奴婢多谢娘娘夸赞 奴婢兽女 是娘娘救护 所以 除了娘娘 旁的人 奴婢一个不听 一个不认 不认